象征女性勇敢向性骚扰 说不的运动MeToo扩散到了中国 一名26岁的女大学生指控 她遭到前男友性侵 她多次向校方和警方举报 不仅没有人理会 更有人将她秘密囚禁 警告她闭嘴 如今她决定冒着生命威胁 透过网络发声 要为自己讨回公道 时隔一年 26岁的女大生任丽萍 勇敢带着记者 回到她声称 当初被前男友性侵的案发现场 就读于青岛某所大学的她 指控前男友去年7月28号晚上 在一起走回宿舍的路上强暴了她 她说事发几天之后 她鼓起勇气告诉学校 不过校方却要她稀释宁人 她转而向警方报案 没想到她反而被抓了起来 关在一家酒店整整六天 在6月8号到6月14号 学校以及其他一些部门 把我非法拒禁在这里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在这里是被 非法拒禁了六天 任丽萍不放弃 除了控告警方企图销案 她更透过网络标签MeToo 声称即使生命受到威胁 她也要为自己讨公道 我要称劝她 咱们别给她斗了 似乎都是迷不给官党嘛 他们一个是高校 一个是警察 你怎么能斗过她 可是她要坚持 她说就是我把生命搭上去 只要能把他们斗她 我也就赢了 MeToo运动在中国 因为这起案件而受到关注 尽管如此 当地女权律师认为 这样的案件 除了透过民间力量斗争 中共政府是否能开明对待 也是受害者 能否成功讨回公道的关键所在 NTV7综合报道